大家好,我是亚新 早在农历社会时期 人们就会按照身份地位 将一个人划分为三六九等 那么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呢 这种情况依然存在 只不过我们现在划分的标准 已经不再是身份跟地位了 而是一个人的思想跟格局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呢 就有了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 而从此之后呢 也有了上等人谈格局 中等人看眼前 而下等人聊是非这样的定义 上等人谈格局 成吉思汉九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 还遭受了族人的抛弃 一家子从贵族跌到了痛苦的深渊 十六岁又被敌人抓去 差点没了性命 他这一生啊 可以说就是在鬼门关上度过的 但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成吉思汉却凭借自己强大的意志力 横扫了欧亚大陆 并且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蒙古帝国 成吉思汉的格局 我想从来都不是放在了眼前的利益上 那么其次我们来说中等人看眼前 我们说一个上等人可以把眼光放长远 不局限在眼前 而中等人呢就是只能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李广是汉朝一位很有名的将军 他打过很多的胜仗 对自己的手下很好 士兵们都很尊敬他 但是他却只能顾好眼前的事 没有组织军队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有一次在魏清和匈奴决战的时候 李广呢竟然迷路了 最后就是因为他迷路 直到战争结束之后 才找到了魏清的主力队 我们说李广的作战能力确实是很强 但是他也仅仅是只局限在了打仗上 除了打仗 其他的事情都做不好 李广的失败 我想这就是中等人 那么最后我们来说下等人聊是非 搬弄是非嚼菜根这种事 其实不仅我们现在有 古代也有 著名作家沈阔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大家可能会说 沈阔写了梦西比坛 这样的大家怎么可能会是下等人呢 确实在学术上 沈阔有很多的作为 但是在做人上 他却做得不好 沈阔原本跟王安石是试交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 沈阔也是大力的支持 但是当变法失败之后 沈阔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甚至是出尔反尔谎话连篇 他跟新上任的宰相 说王安石的坏话 气的是王安石 称他为小人 那么相信听了我们今天这三个故事之后呢 大家应该会对你身边的人 或者说对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划分 我们说做一个普通人很简单 但是要做一个有格局的上等人 却需要我们锻炼自己的能力和心智 希望大家都能够活成你理想当中的样子 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做生活当中的上等人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喜欢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支持 下期再见